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们要继续在神的话语 耶利米苏里面和各位一同来分享 这一讲 这一堂课 所要和大家分享的呢 是从耶利米苏第30章 到第33章 这一段的信息 耶利米苏的第30章 到第33章的信息啊 是整卷耶利米苏里面 一个很大的安慰 我们知道耶利米苏里面 有很多耶利米 在神的启示 在神的这一个 领导他要说的话语里面 指责以色列人犯罪 而且因为以色列人不肯回头 神所定的管教 刑罚就要来到 那我们在耶利米苏的25章 到29章这一段 你看见在那个以色列人 已经面临敌国的包围 这种刑罚的这种处境 已经形成的时候呢 还有一大堆假先知 那假先知就在那边讲话说 哎呀这个主前这个 598年被掳去的这群人 两年之内就要回来了 有些的时候还讲说 神不会刑罚我们 那耶利米在 25章到29章之内 就很明确的宣告 神有你们被掳去 巴比伦的人 七十年的管教 在那边存在 你被掳去 不会马上回来的 那么 这样的宣告 对当事人来讲 是很悲痛的 那我们看见在 耶利米书的 这三十章到三十三章里面 这里面就有一个 根据前面的这些的叙述 这边给我们看见 神的恩典 也就是说 以色列人犯罪 活在罪里面 不论是他们拜偶像 他们不公不义 他们甚至于是 他们的儿女精火 这些可怕的 真是令人这样子 羞愧的这样子的 一些罪行 神公义的神不能不看 虽然是祂的选民 神一定要管教 但是在我们今天要 查考的这一段经文里面 给我们看见 神的管教不是弃绝 神的管教不是毁灭 所以神有一个应许 这个应许就是 你七十年买了之后 神要把你带回来 你们要重回应许之地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神给当时的选民的 一个安慰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 这一段经文呢 就是神的这个安慰之约 看看神不单单要把他们 从这个被鲁之地 带回应许之地 那么在应许之地里面 神还有很多的恩典要领到 也就是说 管教是必须的 但是透过管教之后 神对祂的选民 对祂的子民 还有祂的怜爱 还有祂的恩典 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 我们可以三十章到三十三章 我们可以这样子的一个大分类 就是从三十章的第一节 一直到三十一章的四十节 就这两章啊 三十章三十一章啊 一般在世经学上把它称为 安慰之书 就是这两章的经文里面 讲出 被鲁七十年之后 神在他们身上里面 还有一些归回的 一些应许 让他们重新在这个应许之地 被建立 被栽职 这就安慰了 安慰之书来 然后三十二章呢 主要是借着耶利米的一个 象征性的行动 他的一个进京哈拿灭来 要把一块土地卖给他 要他买这块土地 耶利米就买了 这个买地什么意义呢 买地就是告诉你 耶利米的时代 国家要亡了 这个整个国家被灭掉 你还买个地干什么 你买地基本上马上 这个巴比伦就拿去了 这个不是一个聪明的 或者正确的投资 但是神要耶利米 借着这个买地的行动 像所有的人讲 你们目前要亡国 要被掳去巴比伦 要在那边七十年是适时 但是你一定要回来 所以耶利米这个买地的行动 是有意义的 这个买地就表达一件事情 现在亡国 但是将来你必定回来 将来在这块土地上面 以色列人 犹大人 你们还是可以继续在这边 耕种购买 买地 建屋 这些行动都可以的 借着这个行动 来表达 让他们明白 那个三十章 三十一章的 那个安慰之书 里面所讲的这些话语 必定要成就 只是这个 从人的眼睛来看 很荒谬的一个 在战乱的时候 买地的行为 却在神的永恒的旨意里面 显出了祂的意义 然后三十三章 就是再一次的宣告 上帝在这个 借着耶利米宣告 将来的归回 将来的这块地上 重新的蒙神的 这一个赐福 是存在的 所以整个三十章到三十三章啊 我们可以把它说 这整段 都是一个 安慰的信息 但是三十章 三十一章 是安慰信息的内容 三十二章 是证明 那个安慰 安慰之书 所说的事情 必定要实现 三十三章 再重复 再重生 所以你如果 有这样子 一个理解 你就知道 这四章经文里面 所描写的 一个方向 那当然 我们从这段 经文里面 我们也把它 综合性的整理的发现 以色列人 第一个要先谈到 以色列人 为什么要 经历亡国呢 为什么要 被掳去巴比伦呢 这以色列人 被罚的这个理由 这里面还是有 第一个 他们 招神惩治的原因 上帝两次 很清楚的说明 是因为他们 罪孽甚大 罪恶众多 有罪孽 有罪恶 不单单有 还大 而且多 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看见 神的选民 丝毫没有犯罪的特权 我守护神了 我就活在老我里面 活在罪里面 我也不要更新 我就天天 就是按照老我的方法 因为我是守护神 所以神就要赐福我 这个是人造神的时候 人希望他与偶像的关系 是这样子 我们所敬拜的是 圣洁公义慈爱怜悯的真神 也因为他真正的爱我们 他不会让我们 执意的活在罪中 让这个罪的结果 伤害别人 也伤害自己 所以他一定要 纠正我们的行为 采拜先知来说 有律法颁布 让我们明白 我们就是不听不理 到最后神就管教 管教不是为了要灭绝你 管教是为了要把你 带回到正确的位置上 所以当以色列人 这个罪孽甚大 罪恶众多的时候 神一定要管教 神一定要做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也看到 在这段经文里面 看到一些 人对于神要管教的 这样事情的一个反应 其中最明显就是 犹大王西底嘉 西底嘉把 耶利米关起来 关在这个 这个王公的护卫院里面 求起来 为什么 耶利米到底犯了什么罪 而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因为西底嘉说 因为你说这个城 一定会被毁 我西底嘉本人 一定会被掳到巴比伦去 因为你讲了这句话 我就把你关起来 这个你看人 神已经借着他的仆人 三令五身的 这样子的 不断的来提醒 人的反应就是 你讲了我不喜欢听的话 你讲了那个话 不是我要的 我就把你关起来 人的罪就是这样子 然后在这段经文里面 也反复地陈述 从 以色列人以前 出埃及之后 被带到应许之地的 这个过程里面 一直到现在 西底嘉王年纪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 不听神的话 也不遵行神的律法 恩典是白白的 但是神带领人 怎么样活在神的恩典之中呢 享受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呢 上帝颁布的律法 也就是说你在那块地上 你应该怎么活 你不是随自己的 随心所欲 我爱怎么活怎么活 这位创造天地的主 告诉你 这些按着神的形象 样子造成 你应该怎么活 那律法在讲这一部分嘛 但是 以色列人不听 不理也不行 他们的不听不行怎么样 他们在房屋上 向巴黎烧香 然后向了别神交电 敬拜日头啊 天后啊 这些事情他们都在做 他们从幼年的 专行神眼中 看为恶的事 以手所做的 惹神发怒 从头到尾 就是这样子的弃绝神 把神的恩典 白白的恩典 弃之 这个这个这个 视为 这种这种清贱 然后自己我心我素 这是他们的罪啊 然后这段经文里面 可以有看对 整个以色列国 从上到下 君王 首领 祭司 先知 犹大众人 耶路撒人 这些居民 他们所行的 惹神发怒 全国都惹神发怒 我心我素 你觉得神会怎么做 他们怎么样惹 惹神发怒呢 这段经文里面描写到 他们以背向神 不以面向神 就是背离神啊 完全不离神 神在这里 他们故意走另外一边去 然后呢 不听从 不受教 神借着仆人先知 向他们所说的话 那将可证之物 设立在神的殿中 污秽了圣殿 圣殿 圣殿是何等的神圣的地方 圣殿是一个祷告的殿 圣殿是启示神与人同在的地方 是真神与人同在 结果他们把偶像放进去了 什么神都拜 亵渎了神 然后当然在 新任之谷里面 为巴黎建坛 把儿女金火烧了 交给摩洛 这一系列的罪 神的选民 活成这个样子 你觉得真神会怎么做 如果是偶像啊 不会有作为的 偶像有眼不能看 有耳不能听嘛 他根本就是假的嘛 真神啊 真神不是偶像啊 当他的白白的恩典 临到选民的时候 选民活成这个样子 管教的是一定临到 所以已经定了 所以那些活在 罪恶里面 已经被神 初步管教被掳的人 还有假先知在那边说 哎呀 管教很快就会过去了 两年之后就会回来了 所以神借着耶利米说 没有 七十年 两代人 你们都会留在 被掳之地 那个管教是很严厉的 但是神也借着 这个安慰之书里面 给我们看见 当神的时候到 管教的那件事情 神说我怎么样 我不可以不罚你们 但是罚完了之后呢 祂有怜悯有恩典 七十年不是永久 不是永远的弃绝 是一段时间 相对来讲 是一段不短的时间 但是当以色列人 为他们的罪 在神的管教之后 时期满了 神想把他们带回来 所以在这一大段 经文里面讲 以色列人 复兴的情况 以色列人 神会会领受到 神给他复兴的情形呢 那么怎么 几个应许在这边看见呢 神怎么复兴他们 第一个 神应许他们 一定会回到应许之地 你现在被掳到别国去了 我们从后面的章节来看 真的巴比伦人进来 就把整个以色列国摧毁 圣殿 拆毁 然后把人掳走 整个被掳走 一个被掳的人 还有什么盼望 我怎么知道 怎么回来呢 这个巴比伦王的强权还在 神说 你不要只看到 眼前的这个强权还在 他能够把你掳去 我们从上一节课讲 巴比伦是神的仆人 是神手中管教的杖嘛 时候到了 神要把你带回来 而且你一定会回来 而且你回来之后呢 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你要重新侍奉神 而且你怎么样 有自己所设立的君王 换句话 以色列人被掳就没有王 国破家王了嘛 你现在去服侍巴比伦王 是别人王 你将来回到应许之地 神仍然给你 你可以有自己的王 你不再是奴仆了 你有自己的王 神要在你身上作为 而且那些刑罚你的 感散你的 现在灭绝 灭亡你的这些国家 神也要惩治他们 所以我们在上一章讲到 列邦都要被神来管教 在他们的罪里面啊 那么耶路撒冷城被拆毁 可是将来一定要重建 重新有人居住 那么这些宫殿 王老所在有人在居住 在耶路撒冷城 重新有感谢的 感谢和欢乐的声音 换句话说 将来回来不是 淒淒淡淡淡 只是回来好像 还是很没落的 有那种赞美神的 充满欢乐 他们现在失去的 人数也会增加 而且他们有尊荣 不再是卑微 现在是卑微啊 被掳去了 但是将来怎么样 会把尊荣重新回来 那么 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反复的出现就是说 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又重新恢复了 那个神与选民之间 那个美好的关系 神说以前 我把你们拔出 拆毁毁坏寝妇 将来神要怎么样 神要重新的建立 栽子 给你们重新的福分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节经文 一个应许 就是神要跟他们另立新约 这是耶利米苏 讲到神要与以色列人 另立新约 这个新约两个字啊 整本圣经在旧约 只有这个地方有 耶利米苏三十一章 三十一节提到的 这个新约 为什么要另立新约呢 因为在西乃之约 以色列人 犹大人已经把他 被背弃了 那么神将来要给他 这个新约定定 新约里面有几个特征 在旧约里面 律法写在石板上 新约呢 律法写在人的心上 旧约呢 既是立位要教导人 父母亲要教导孩子 认识神 他说将来呢 从最小到自大的 都必认识耶和华 所以那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不必再 像旧约一个一个去教导 大家都认识他的 然后呢 神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换句话说 有一个赦罪之恩 出来了 那么这个新约 我们今天很清楚的看见 在主耶稣的身上成就 那我们解释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再来详细来谈 然后这些人 被褥归回回到这一举之地 除了物质上的丰富之外 他也提到说 所在这边居住的人呢 同心同道地学习 敬畏耶和华 现在耶利米时代的以色列人 完全不敬畏耶和华 我情我素 还随从外邦之神 将来回来的这批人 要敬畏耶和华 神要跟他们立永远的约 诗人不再离开他们 而且神也要赐给他们 一个公义的苗衣 这段经文过去提过 他们将有一位称为 耶和华是我们的义的 这位来 在地上来施行 公义跟公平的带领 那么神也要 给他们一个应许 就是祂要坚立什么 大于大卫所的立的约 也要坚立于立位人 所立的约 就立位人永远要侍奉神 所以你看 这里面有一个 这段经文里面看见 以色列人不单单只是 被褥归回 在那个归回的地方 环境上重新被神大大的赐福 人与神的关系改变了 人懂得敬畏神 人在神的面前 有一个新约的禁令 律法不刻在石板上 刻在心板上 每一个人基本上 都认识真神 并且怎么样 他们纵然有罪恶罪过 神也给他们有赦罪之恩 因为他们有些新的预备 所以这个被褥归回之后 的这个应许 里面充满了神的恩典 所以这段经文里面 为什么会称为安慰之书 安慰之书 就从这角度来看 那当然我们要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安慰之书里面的应许 到底什么时候实践 今天已经实践了吗 我们看见到 所罗巴伯的年间 他们甚至于 以色拉尼西米的年间 他们回到了应许之地 他们回来了 可是那个时候 他们还是没有自己的王 他们还是属于一个 被掳的一个状况之下 在那个情况之下 在那个情况之下 他们这个 这个只是一个 波斯帝国之下的一个 一个被控制的 掌握的一个 在犹大帝的一个神 一个附属的 一个附庸的 一个附庸的 一个土地而已 好像不是这个地方 还没有实现吗 那么有人又看到说 1948年以色列人复国 以色列人复国 是把有他们自己的领袖 选出来的情况之下 但是以色列复国之后 我们看见这里面 所讲的那个 一切的丰盛安定 神的保守 并且还有很重要 他们认识神 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 今天还没有看见 以色列人仍然处在 战乱之中 那这边的应许 到底什么时候呢 我们可以这样讲啊 也就是说在 所罗巴伯 尼西米 以色拉的时代 是阶段性的应验 这段经文 所罗巴伯的时候 回来了 他们回来了 回到了应许之地了 表示 被掳去的人 可以回来了 以色列人复国 阶段性的应验 他们在自主上 在独立上面 开始有自己的 这样子的国家 但是都还不是 这个地方神的 应许的全面实践 我们知道 这一段经文的 全面实践 也不在主耶稣 第一次来的时候 也没有 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罗马帝国统治 以色列人 还是一个王国的 情况之下 统管他们的是 西律王 不是他们自己 胜利的王 所以主耶稣 来的这段时间里面 也不是这段经文 里面所讲的 所以这段经文 所要应许的是将来的事情 也就是说 当主耶稣第二次 再来的时候 以那个全地得胜的 君王再来的时候 那是这段经文的 全面应验 圣经里面 有很多地方 给我们看见 有一些神的应许 都有他阶段性的应验 先有一部分实现 让你看见 神的话语 是真实的 但是神的时间 不在我们所控制 上帝按着祂的时候 来成就祂的美意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 来明白 这一段所谓的安慰之书 最后最终成就的时候 是什么 那当然在这段经文里面 也有一个所谓 先知象征性的一个行动 就是耶稣米 被神命令 去买亚拿土 就是他本乡 亚拿土是他的故乡 本乡一个人 哈拿灭 他那个敬情 要把一块土地卖给他 他叫他去买这个土地 然后在祂的契约上面 做好了 然后把这个契约 放在瓦器里面 存在里面存久 为什么放在瓦器里面 存得比较久 放在外面 这个很容易就风干了 就破裂了 放在瓦器里面 然后怎么样 存到什么 存到神的应血 以色列人基本上来讲 七十年之后 被乳要归回 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 可以看到一个圣经记载 神启示的一个方向 那个方向就是怎么样 神有祂终极的 最后的 对全人类的一个计划 跨越了犹太人 犹大人 以色列人的 这样子的一个领域 终极的神 全然的得胜 全然的掌权 但是在 以色列这个民族身上 上帝有阶段性的 去回应这一个 终极的这个带领 所以我们要从 这个角度来看 今天我们在 新约的这个时代里面 读旧约 我们就很容易清楚明白了 我以前讲过 旧约的先知书里面 他们的预言 三大方向嘛 一个方向就是 以色列人近期 如果不听神的话 他们要亡国 好像耶利米 在耶利米书里面 所讲的 以色列人你们不回头 神给你们机会 你们还是不回头 你们要亡于巴比伦 事实上这些预言后来实践 我们今天从历史的事实上面 我们可以知道 另外一个部分的讲到呢 就好像这个 安慰之书最后所讲的 将来全人类要面对一个 神完全的掌权 那个时候属神的人 享受到了一切与神同在 上帝所赐的福分 圣经有这个应许 那这个应许呢 在经文里面 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 那我们今天也很容易辨别 为什么呢 有些事情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 已经成就的 我们知道 有些事情 在以色列人历史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们知道那是在将来 所以主耶稣的第一次来 跟主耶稣的第二次来 所要启示的 或者所要给我们 感受到的 那个神的恩典的福分 是不太一样的 一个是救恩的成就 一个是将来 神给我们 那个永恒的应许 这两个不太一样 那么 在旧约的先知的 这种所谓预言的宣告里面 在这个 以色列人的 这个王国 到全世界 将来的复兴 这一大段 长的时间里面 上帝有一个 很重要的预言 那就是预言 应许 弥赛亚来到 那我们今天知道 当然知道 弥赛亚指的是耶稣嘛 耶稣成就了 耶稣基督 成就了旧约 所应许的这一切 所以先知书里面的 预言 主要是这三个方向 犹太人近期的结果 全人类终极的结果 以及在这两个之间 神为人类所预备的 最大的救恩 耶利米苏三十一章里面 所讲的这个 另立的这个新约 弥赛亚来成就这一切 主耶稣自己 在上十字架前讲说 这杯是我用血 与你们所立的新约 就在这个地方 给我们看一见 好了 有了这样的认知之后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三十一章 三十章第一节到三十一章 四十节 这里面的安慰指数 里面的内容 三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里面一个吩咐啊 就是说要把神给他的话 写在书上 那么有人根据整个的 这一个安慰指数 就是三十章一节到 三十一章四十节 里面所记载的内容 很可能这里面 所提到的事情啊 是犹大人已经亡 是犹大人已经亡国 但是又在被辱归回之前 这一段的内容的叙述 那这段时候 以色列人已经没有国了 圣殿已经被毁了 所以有很多先知的话 要写下来 所以一开始 神就分数他说 你把我说 跟你说过的话 写在书上 然后第三节 有个应许说 日子将到 我要使我的百姓 以色列和犹大 被辱的人归回 你看这里面讲到 以色列跟犹大 以色列和犹大 比较南北国啊 将来神的救恩的拯救 这通通都在他的范围之内 救过来 我要使他们回到 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他们就得这地为业 这很清楚的看见了 上帝的恩典 那个流南与密之地 是赐给神的选民的 选民虽然后来分为 南国跟北国 以色列人国当时也已经灭亡了 但是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 仍然要把他的选民 召聚在一起 让他们回到这个应许之地 好了 三十章第五节 一直到三十一章四十节 就是书信的内容 这里面分为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我们一部部分来谈 第五节到第九节 是一个救赎的宣告 一开始就讲到说 神说 为什么我们看见 这个犹大国的男人 好像那个产妇一样 手掐着腰这样子的痛苦呢 他们那个时候经历战乱 圣律神说 将来我要把他们救出来 所以第八节也讲说 到那日 我必从你景象上 折断仇敌的恶 这一次折断仇敌的恶 是神折断的 不像我们前面讲说 那个假先知 把耶利米脖子上的恶折断 折了木恶 换了铁恶 这次是神来折断 扭开他们的神索 外邦人不得再死你 做他们的奴仆 三十章第八节说 这样子 他说你们却要 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 和我为你们所要 兴起的大位 也就是说怎么样 这个大位预表王权嘛 也就是说基本上 神应许他们 将来他们回来 回来有自己的国家 那当然先知书里面 一直在提到说 这一个大位 就是指向将来的弥赛亚了 那是一个更远的一个应许 所以这边所讲的 这个应许 我们已经看到了 说你将来可以 他所兴起的王大位啊 那这边有很多 世经学者就讲 这个地方所讲呢 你所罗巴伯的时代 也没有啊 也没有这个 有这个应验啊 所以这里面 应该是指主再来 不是第一次啊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这个整个的应许才会应验 阶段性的 以色列人在所罗巴伯 期间已经返回这块土地 但是能够全部的 在这块土地上面 重新掌权 重新享受神丰富的恩典 那还在日后啊 然后 第十节到第十七节 这里面讲到的是 神跟祂的仆人之间的 一个关系 十到十一节 讲到神拯救的一个神域 他说怎么样呢 他说我的仆人雅各啊 不要惧怕 以色列啊 不要惊慌 因为要从远方拯救你 从贝鲁之地 拯救你的后裔 雅各必回来 得享平静安逸 无人使他害怕 这就是贝鲁归回的 一个应许了啊 他说怎么样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也要将所感散你 感散你到 你到的那些国 灭绝尽尽 也就是说 就像我们前面讲 列国都要因他们的罪 受神的管制 可是神对他的选民 他是怎么讲 他说 却不将你灭绝尽尽 换句话说 神有恩典 为属乎他的人预备 那么导要从宽尽尽你 万不能不罚你 犯罪神一定要罚 但是神会从宽尽尽 所以有的人就讲 那神你对不公平嘛 你对神的选民 你就从宽尽尽 你对那些外邦人 你就灭绝尽尽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 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在这里啊 神爱世人啊 问题是你爱不爱神啊 神借着拣选这个选民 这个选民主动的爱 也表达了他那种宽容 那是因为这是属乎他的 好了 现在全世界都面对一个状况 你愿不愿意属乎神啊 今天神的救恩 是向全人类展开 你愿意接受这个救恩 你今天就领受这个 从宽尽至 虽然你犯罪神法罚你 但是因为你属乎神了 神有恩典 但是你说我不要神 但是我要从宽审至 那你就是背离了 有一位真神的原则 所以这边不是讲到 神的不公啊 或不公平啊 或者不义啊 这边讲到 神给我们看见一个 很清楚他恩典的范畴 这不是像有的像那个 那个普救润 啊神爱世人 所以每一个人都得救 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应许啊 圣经应许的是那些 愿意用信心回应神 接受神救恩的人 这些人在神的恩典里面 神愿意每一个人 都在这个恩典里面 神爱世人嘛 但今天的关键是 世人都并不都爱神啊 世人有些人拒绝神 排斥神抵制神 亵渎神 亵渎神 然后就说神啊 我要你的恩典 这是世人 所以这一段经文 我们要用一个正确的角度去明白 那不是神的不公跟不义 那是神要借着这样的事情 给我们看见 你愿不愿意属乎神啊 你如果属乎神 你会犯罪 上帝不得不罚你 但是上帝从宽惩治你 罚完你之后 给你有应许 让你能够回归 在神的恩典之中 这是这段经文里面 真正要告诉你的啊 所以你从这段经文里面 给我们看见 所以十二 十到十一节 第三十章 十到十一节 是这个拯救的一个神域 那十二章到十四节 就告诉你说怎么样 你的伤痕很大 你所以看 十四节讲 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 我们讲过 这段经文里面讲 你所亲爱的都是以色列人 自己找那些盟国 推罗西顿 亚门啊 摩亚啊 埃及啊 这些帮助啊 他都忘记你了 在你的这个痛苦的时候 基本上都不见了 再一次提到 神说 我因你的罪孽甚大 罪恶众多 曾用仇敌家的伤害 伤害你 用残忍的惩治 惩治你 你犯了那么多的罪 神必须要惩治你啊 十九节再一次成功说 我因你的罪孽甚大 罪恶众多 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 以色列人被管教 不是神今天心情不好 是你们罪恶 罪孽这么多 这么大 神要 神要这样子的惩治 但是呢 也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在十七节 他说你被神惩治之后 他说我必使你痊愈 医好你的伤痕 虽然有人说 犹大国被神惩治之后 没有机会了 但是他说怎么样 神说我会医好你来 所以十八到二十一节 三十章十八到二十节 又是神的应许 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 帐篷就是人居住的地方 你整个国家都没有了 但是神说我要使你来 他说我必顾惜他的住处 神必建造在旧的三纲 宫殿也造就有人居住 你现在被掳去 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将来耶路撒冷成会被重建 在耶路撒冷这边 王的公事要被重建 然后十九节很重要 他说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 从其中发出 不单单回来啊 感谢神 还有欢乐的声音 我还觉得说回来是被赐福的 我要使他们争多不至减少 现在以色列人亡国了 男人都打死人口稀少 将来要争多减少 他们尊荣 使他们尊荣不至卑微 现在非常卑微 被掳 但是将来要把尊荣还给他们 所以他说我们的儿女将来怎么样 要坚立在神的面前 二十一节一样 他说他们的君王 必是属乎他们的 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而出 也就是说他们怎么样 重新拥有一个国家的主权 还不是像贝鲁的情况之下 所以也根据这节经文 你知道 这节经文的应许 在所罗巴伯的时代没有应许 没有应验啊 他说我要使他救进我 他也要亲近我 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 这最后一句话 谁有胆量亲近我 是什么意思 你看看 以色列人经历神 那么严肃的管教 吓死了 一般人不认识 哇你们的神好凶啊 让他的子民都亡过了 神重新用恩典 在这个恩典里面 人看见 神不是只有公义圣洁的一面 神也有慈悲怜悯的一面 这也就是我们在 上一堂课里面解说 耶和华是赐平安的一面 不是降灾祸的一面 灾祸过去了 神的恩典怜悯仍然领到 所以我们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神的主性 祂厌恶罪 但是祂爱人 所以祂满有慈悲怜悯 当人受了管教之后 祂仍然有丰盛的 恩典怜悯为人预备 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 所以二十二节 重新出现的那句 在耶里米苏反复出现的说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你们的神 这是一个约的关系 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 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那边 就讲到 神与以色列人立位说 你们要做圣洁的国民 做祭司的国度 就说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这是一个在约的前提里面 建立的关系 然后他后面讲得很清楚说 神的暴怒 就是人犯罪啊 神的暴怒 已经开始 已经出现了 但是怎么样呢 他说末后的日子 你们要明白 就是当神复兴以色列人 把这些被鲁归回的人 带回来之后 他们可以看见 对神有一个全面的认知 神是厌恶罪的 但是神是爱人的 当人领受了 属乎他的人啊 选民领受他的管教之后 神还要用爱的吸引 把他们带回来 好了 耶稣米初三十一章 这里面就感到 所谈到的安慰之书的 一个主要内容 第一个又开始了 第一节又开始讲说 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 他们必做我的子民 怎么变各家呢 以色列人分为两家的 南国犹大 北国以色列 但是这个在神将来的恩典里面 要统合在 所以现在讲 你们虽然分为两个 两个都是我的 神还要 给他们选民有恩典啊 然后呢 这边讲到神要怎么样呢 他说脱离刀剑的以色列人 我使他安息的时候 他曾在旷野蒙恩 换句话说 这里面就讲到 神借着过去所做的 来提醒以色列人 他说 你们以前在埃及的时候 那个情况之下 神说我已永远的爱爱你 因此我已慈爱吸引你 以色列人出埃及 是领受神极大的一个恩典啊 那么现在呢 现在神说 当年我怎么样爱你 永远的爱 你被管教完之后 神还是爱你的 他说以色列的名啊 我要再建立你 你就被建立 你必再以几股为美 欢乐的人 一同跳舞而出 换句话说 你被神重新建立之后 从神来丰盛的恩典 仍然离到你身上 他说日子必在 又必在 你会在撒玛利亚的山上 栽种葡萄园 栽种的要享受 要享用所结的果子 日子必到 以法连 山上守望 必呼喊说 起来吧 我们可以上西安 到耶和华 我们的神那里去 以色列人自己 因为这个罪 国分南北 当初 罗伯安 这个 霸道交恨 以色列人 国分南北之后 北国就拜偶像去了 拜金牛祖 在耶路波安时代 所以北国的人 没有办法来到 耶路撒冷敬拜 可是他说 将来在神的恩典里面 不在分南北 你在北国的 在以法连山上的人 你可以到怎么样 耶和华我们的 到西安山 到神那里 换句话说 这个将来的 归回的一个应许里面 不在分南北 整个以色列国 统一在一起 尊神伟大 尊神伟大 这是神的恩典 然后第七节应许说 以色列人成为 万国中为首 为什么是万国中为首 因为他们属 他们是神的选民 他们属乎神 真正为首的 不是人的势力才能 真正为首的是 你在神的恩典里面 成为属神的人 这是在神 给他的一个恩典 第八节应许嘛 我必将他们 从北方里 领来 从地籍招聚 因着他们 他们同着他们来的 有虾子瘸子 有孕妇 有孕妇 有产妇 他们必成为大邦 回到这里 这个虾子瘸子 则是被人轻看的 孕妇 产妇是 背负很重贷嘛 你有一些困难嘛 这里面都指说 以色列人 用这四种人 表达以色列人 不被人重视 你虾子 瘸子 孕妇 产妇 都不被人重视的 就好像以色列这个民族 是不被人重视的 但是神看中他们 当他们被管教 被掳到外邦的时候 是极卑微的 但是神现在看中他们 把他们通通带回来 然后他们怎么样 哭泣而来 我要照他们 恳求引导他们 把他们带回来 因为以色列 他说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 以法连是我的长子 这里面其实说 说以色列人 神是以色列人的父 这个在出埃及里面 就讲到以色列人的长子 整个犹大民族 以色列人是神的一个长子 那现在为什么说 以法连是我的长子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来讲说 代表 虽然以色列人国分南北 但是整个都是神 以色列人 从出埃及之前 神界的摩西告诉法老说 以色列是我的长子 现在以法连是我的长子 不管南国北国 都是以色列人 属无神的宝贝 在这里面可以看见 已经不分南北 那这两个代表的都是什么 神所拣选的 所以从这边给我们看见 以法连是我的长子 跟以色列是我的长子 意义是相通的 然后在三十一章 十到十四节里面 对列国讲话 说你们列国 要去传达这个信息啊 他说列国要 听耶和华的话 他说你要传扬说什么 敢善 敢善 以色列的 必召聚他 又看守他 好像牧人看守羊群 你们不要只看见 以色列这个神的选民 被神管叫亡国了 神敢善他们 把他们赶到各处去 神要召聚他们 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 救赎他 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 从人的眼光看 亚述很强 巴比伦很强 但是从神的全面的角度来看 神更大 所以神可以救他们 脱离人为的这些 所谓的强势 在神的恩典 然后他们回来了之后怎么样 他们来到西安 要高处的来歌唱 要归耶和华诗人之地 就有五穀辛酒 和油壁牛羊牛肚之地 他们必要像浇灌的园子 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搓饭 你看以色列人被带回来之后 不是只是回到一个荒厚的地方 而不是只是回到一个 好像都没有建设的地方 换句话说我们如果 从圣经里看 所罗巴伯所带他们回来之后 耶利米这个以色拉 带他们回来之后 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的地 是荒凉的 不像这边所讲的 这样子的一个丰盛 所以那一段 所罗巴伯跟以色拉尼西米 那边所经历的 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应验 不是全面的应验 神将来丰盛的预备 为祂属乎祂的人所预备 是这样子丰盛的 什么都有的 他说那个时候 处女必欢乐跳舞 年少的年老的也必须欢乐 你记得前面在管教的时候 里面讲说 以色列人这个 这个也不再结婚了 因为战争来到了 年轻人没有婚姻了 然后 推磨的也没有了 点灯的油也没有了 什么都是缺乏的 现在重新回来 是一个丰富的一个环境 他们的愁烦要转为盖热 他说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 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之主 肥油怎么也使祭司满足 以色列人献祭啊 献祭之后其中有一部分 是由祭司拿去的 以色列人如果在穷乏 在战乱在这个贫乏之中的时候 你哪去献祭啊 你没有什么好献祭的 所以祭司也有贫乏 现在这边所预表的 就是说以色列人的丰富 在那个重新给他的 情况下丰富 所以他们又可以 带着感恩的心 来到神面前献祭 当他们献祭完了之后 那些归耶和华的部分 有一部分神赐 耶和华是赐给 神的这些祭司啊 利会人的 所以他们又可以得到 这样封硕 封硕的这样子的 一些祭物 这表示神赐福 以色列的一个现象 那么三十一章的十五节 这边有一段经文 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 他说在拉玛听见 嚎啕痛哭的声音 是拉结哭他的儿女 不肯受捍卫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有这么一段记载 然后神说 你要禁止他们哭 不要再哭了 那这段经文怎么解释的 首先要了解拉结是谁 拉结是约瑟的母亲 那约瑟有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 一个叫以法列 以马拿西 那从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来看 以法列 马拿西代表的是北国啊 那么因此这边 世纪学者会认为说 用拉结来代表北国 代表北国 拉结为他们儿女 为什么哭泣呢 因为北国那时候已经亡国了 所以那个时候 因为被神管教 所以充满了痛苦的声音 拉玛这个地方啊 一方面是拉结的坟墓 在那个附近 所以他们会想起拉结 因为拉结又代表北国 所以北国被掳 这是一个很凄惨的一个状况 当然也有的世纪学者讲说 拉玛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为什么呢 当以色列人 犹大国 犹大国王国的时候呢 巴比伦人把囚犯呢 带到拉玛这个地方 然后在拉玛那个地方 他们做了一件事 就把以色列人分开了 夫妻分开了 父母跟儿女分开了 一部分人就留在拉玛 一部分人就留的 就带去巴比伦 所以在拉玛那地方 充满了眼泪 为什么呢 那是被掳之人 被强制分开的地方 是个很悲痛的一个地方 所以人在亡国的时候 不论是指向北国的 灭亡的时候的痛苦 或者是南国灭亡的时候 在拉玛那地方 发生了这样子的 巴比伦人的作为 都是一个充满被神管教 然后落在亡国处境里面 的一个情况之下 十六节神说怎么样 不要哀哭了 禁止眼目不要流泪了 因为怎么样 你所作之功必有赏赐 他们必从敌国归回 也就是说 这些悲惨的状况是现在 但是将来神一定要把你们 带回来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耶和华说 你末后必有指望 你的儿女被回到自己的境界 你的儿女不是像拉姐的哭泣 也就是说他们都不在了 被掳走了 将来要回来 你的后遗将来要回到这边来 所以十八节到十九节 这里面有一段话讲说 我听见以法连为自己悲叹说 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 像不惯富恶的牛度一样 求你使我回转 我便回转 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 这里面一个人的一个呼喊 我们落在难处中的时候 求你给我智慧 让我懂得回转 回转你是我的神 然后他讲 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 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 我因担当幼年的灵物 就报归蒙羞 这是一个人呢 在难处中向神的呼唤 你让我回转吧 我转到你面前 想到以前 在你的恩典里面的一切风筝 你带领我回到你的恩典里面来 所以后面耶和华神的一个 一个回应在这地方 神说什么 祂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嘛 是可喜悦的孩子嘛 祂说我每逢责备他 人生顾念他 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 必要怜悯他 你看啊 这里段经文啊 今天读经的人是很大的安慰 神的选民背离 不论是以法莲也好 犹大也好 神要管教 可是神怎么样 神说我顾念他 我怜悯他 神的心肠里面是爱他们的 在这种情况 祂说以色列人 你们要赶快的 回到神的应许之地来 那二十二节说 被盗的名啊 你返来复去 要到几时呢 不要犹豫不定的 赶快转回到神的面前 祂说耶和华在地上 造了一件事情 就是女子护卫男子 好这个造了一件事情 女子护卫男子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里面来看 神管教 但是神有恩典 那什么叫女子护卫男子呢 女子护卫男子 是一个翻转 本来应该是男子护卫女子嘛 男子比较强壮 女子是被保护的 现在在神的恩典 在神的作为里面 要做了一件超乎人意料想象的事情 列国只看见以色列人被亡国了 这个是被管教的结果嘛 因为你们自己背离你们的神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被管教的以色列人 会被神再带回来 所以这叫做一件心事 这个心事怎么样 超乎你的想象呢 这是一个 当然也有的事情学者 对这段经文在文字上面 有更多的了解 说这个护卫啊 原文可以做环绕或者环抱 那么所以这段经文的 女子指向的是以色列人 男子指向的是神 那当然不是说 以色列人来保护神 是说女子归回到 环抱男子 女子回到这一个神的 这一个怀中 转向神 来拥抱神 这两个经文的解释 其实不冲突 我们可以去了解 神要做一件奇妙的事情 神要恩典临到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也要向神转会 所以这个女子护卫男子 我们是从这个角度里面来明白 然后你回来之后怎么样呢 上帝要给你很丰富的预备 在那个丰富的预备里面 你看看啊 犹大和属 有大的诚意 农夫和放羊的人 要一同住在心中 又回到了农夫牧羊 当时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农业社会里面 一切的丰盛神要预备了 疲乏的人 我使他保护 愁烦的人 我要使他知足 换句话 在神的恩典里面 神使你的一切 你可以自给自足了 情况之下 二十六节稍微解释一下 那先知说我醒了 他觉得睡得很甘甜 所以这有可能 世间学者讲说 这是耶利米个人的感受 他在他的睡梦中 看到这个异象 以色列人归回之后的 那个美好的光景 所以他说怎么他觉得甘甜呢 这个上帝宣布这个 救赎的这个恩典 让这个先知觉得说 我真的是 心中蛮有这样子的 舒畅的感觉 然后从二十七到四十节 这里面很清楚的要讲到 上帝完全的父亲 以色列 那么首先讲到说 将来日子要到了之后呢 以色列人要在这个 运使之地继续 人也好 牲畜也好 都能够繁茂的 这样子的一个兴盛 然后怎么样 二十八节 回应耶利米苏第一章 他说怎么样 神要留意 当初神怎么样子的 因为以色列人罪 把他们拔出 把他们 这个毁坏 寝负 把他们这个拆毁 现在 神也要怎么样 留意的 建立栽子 换句话说 以色列人 在神的恩典里面 要重新的领受神 在他们 这个民主上面的作为 那二十九节三十节 其实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记载 他说怎么样 他说当那些日子 就是以色列人 归回的日子以后呢 人不再说 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子的牙酸倒了 但个人 必因自己的罪死亡 凡吃酸葡萄的 自己的牙必酸倒 这里面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在一个神 重新恩典的作为 里面的一个提醒 就是以前怎么样 以前人 以前人 以色列人变成一个群体 在这个群体里面的时候 共同来承担 所有成员的罪 我们有犯罪 可是因为我们 整个一些人犯罪 所以国家灭亡的时候 我们也被掳 他说将来怎么样 个人要承担自己的罪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这就好像 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候 约翰一竹讲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性质 是公义必要 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不再像是 你犯罪 或者群体犯罪 将来是每一个人 跟神 都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你犯罪 你就要领担 领担那个罪的结果 但是神有赦免之恩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新约的 一个伦理的 一个次序 在这边重新讲解 然后三十一节开始 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应许 他说怎么样 他说日子上 我叫余议实在家 由大家另立新约 新约 这个新约 是在旧约里面 唯一提到新约的地方 旧约 我们讲圣经有旧约 跟新约 旧约指向西乃之约 当然有人讲 有七个大的约了 但是主要是 以西乃之约做基础 那新约呢 这边讲 为什么要另立新约呢 他说因为 因为怎么样 以色列人 神当初把他们 带出埃及的时候 手牵着他们 所立的那个约呢 他们背叛了 他们祖宗就背了那个约 那你背了那个约 换句话说 那个约已经被以色列人破坏了 不是约本身有问题 是以色列人不守约 那神将来呢 要再给一个约 不是旧约不好 乃是时代变了 上帝给了一个新的应许 这个约是什么呢 他说他应许的是 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依据那个约的应许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神 将来人与神之间 维持正常关系的 上帝的恩典里面 人应该活出 那个律法的要求的情况 这个规定 不再只是一个 石板上的一个规定 放在人的心里面 换句话说 每个人 从心里面去遵行 不是只是外在 那这件事情 在新约的时代 我们知道 很清楚的是 透过圣灵 在每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的作为 圣灵带领我们活出 那个与神正确的关系 所以律法不是废掉了 律法不可能废掉了 不是在新约恩典里面 律法不重要的 在恩典里面 我们靠着圣灵 我们能够成全 活出那个律法 所要求的那些精神 然后三十四节里面讲到说 个人不要再教导自己的灵舍 和自己的弟兄 说你们该认识耶和华 因为从最小的到自大的 都必认识我 很重要 在那一个新约的关系里面 人跟神的关系 是透过神的恩典来认识的 好像今天新约的时代一样 大部分的人 他们 我们都有机会 全人类都在神的救恩之内 我们可以认识神 不是只有像以色列人过去 这一个民主而已 在神的恩典里面 我们可以领受 所以我们都可以领受 然后怎么样 我要赦免 他们的罪孽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这在新约里面可以看见 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我们因信称义 我们接受 接受神罪我们生命的主 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祂总实力复活 救必得救 那么在救恩里面 活出新造的样式 天天脱下救人 穿上新人 活出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然后约翰一书告诉我们 我们这些属神的人 若是犯罪了呢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在神的恩典中 我们不是惯于犯罪 但是我们偶然为过分 所胜的时候呢 神有足够的恩典 为我们存留 然而我们若犯罪 在神那里有一位忠宝 就是耶稣基督 祂为我们做了挽回几 这是在这边的所应许 你可以看到 这边所讲的这个应许 在我们今天 基督耶稣完成救恩里面 完全实现 这是新约 这个跟新约所记载的内容 是一致的 然后这个新约怎么样 是神的应许 这个应许是坚定不改变的 所以神说怎么样 太阳白日发光 新月有定力 黑夜发亮 祂是创造的 角洞大海 是海中的波浪 蓬轰的那一位 耶和华是祂的名 祂说这些定力 太阳发光 新月发光 海水的蓬轰的情况之下 这些定力如果能够废掉 祂说我跟以色列人 后裔所立的这个约 也要断绝 永不成果 祂说如果能够良度上天 能够寻查下地的根基 你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 能够这样子的去 这么大的本领 那么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 我就弃绝他们了 换句话说你做不到 也就是说神的应许一定实践 这是神经里面给我们看见 神好大的恩典 在这个恩典里面 我们领受这一切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所记载的这一个内容 在新约的这一个光景里面 都让我们能够享受到 那么现在有人讲说 这是对以色列人的应许 我们今天又不是以色列人 所以你从新约的角度来看 我们所有今天在神的救恩里面的 叫做新以色列人 或者叫真以色列人 我们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 尊神伟大的 因性诚意的 都是亚伯拉罕子孙 所以不是血统上的 以色列人必然得救 是这个按着神的吩咐去活的 必然得救 从这里面享受 我们可以知道 这边的应许是 是领于今天所有的信徒的 然后三十八节到四十节里面讲到说 那么将来在神的恩典里面 耶路撒冷神重新造造 这个重造的耶路撒冷神啊 那比耶利米的时代的大 因为怎么样 他这里面讲到说 四十节抛尸的犬骨 就是新认子骨和到辉之处 这些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将来在神的应许里面 神所赐给我们的是更丰盛的 所以这个里面 那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些应许 三十八到四十节 是不是耶利米 而不是尼西米时代 所走的那样成这样 不是 他比那个时候的 因为尼西米的那个城 所走的那个城 后来在罗马人时代 主后七十年又拆掉了 不是 这是指将来 在神的应许里面 有人讲说 这是不是在那个千禧年国度里面 那我们从不同的解经角度 再去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好 三十二章呢 其实在讲一件事情 那么神前面有这么多的应许 真的吗 上帝要耶利米做一件事情 你去买一块地 王国的时候买地是不对的 买这块地 不是要你现在享受地 买这块地是乃至告诉你说 这块地现在虽然被巴比伦人掳去 但是将来我要把我的子民带回来 他们仍然可以在这块地上 买卖耕作建造房屋 就借着这个行动来做 所以你可以用这段经文里面看 在尤道王西里加第十年 尼布甲尼扎十八年 这是什么时候 亡国前 因为西里加十一年 以色列人就亡国 亡国前一年 那个整个国家都战乱了 各方面都很荒废的情况 去买地 是一个超乎寻常的一个作为 但是这个作为指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前面三十章 三十一章的这个安慰之书里面 讲说以色列人必归回 上帝在他们生命里面 必有重新的建造 跟他们另立新约这件事情 一定实现 所以你们会回来 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你去买地了 那耶利米那个时候呢 是被关在这个 护卫兵的院里面 那为什么要关他呢 因为耶利米说了 这个城一定要被灭 西里加你要被掳 所以西里加听到这个事情 不高兴 西里加一方面多次寻求 耶利米去问问神的意思 可是真的神起事呢 他又不听 所以他把他关起来 那关起来的时候 神还是跟他讲话 所以他的一个近亲哈纳灭来 这个哈纳灭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啊 他要把一个亚拿图那块地 可能他为了他的亲戚 把那块地买来 可是现在按照这个做法上 以色列人律法规定 很可能耶利米比哈纳灭 还要更轻原来卖地的那个人 所以哈纳灭来讲说 你比我更轻 所以这块地你去买是合理的嘛 为什么要买 国家都要亡了 那时候我还拿地干什么 干脆卖了变现了算了 但是神就要借着这些神仪 告诉耶利米去买来 不是从利益的 现在当时的利益脚来看 这个动作代表了 神要应许的一个作为 所以耶利米就去买那块地 按照他进口 凭了十七克银子给他们 然后还在所有的见证人面前 签了这个约 然后也交给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助手巴鲁 然后神也吩咐他什么事情呢 说要将这封书件 这封封建的封建的这个 和敞开的两张纪约 放在瓦记里 可以存留多日 放在瓦记里面 隔绝功绩嘛 所以保留比较久 他说因为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人如此说 将来在这地 必有人再买房屋 田地和葡萄园 所以你很清楚知道 三十二章的这个作为 是回应三十章 三十一章的这个应许 然后要耶利米做这个动作 给大家去看 然后耶利米在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祷告了 耶利米这个祷告里面 回应神的 这里面有几个内容 十六章 十六节到这一个 十七到十九节呢 讲到神的属性 耶利米祷告 他说你是 大能和生出来绑壁 创造天地的那位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 认为是 他说你将那个神 施慈爱给千万人 但是 将父亲的罪孽 报应在他后世的子孙回应 你是自大全能的神 这是神厌恶罪恶 厌恶罪恶 谋事有大略 行事有大能 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 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 报应他 神是活神 见察人心肺腑那位 所以耶利米祷告的时候 先对神 你是这样的一位神 你是创造的神 没有难成的事 你也是厌恶罪的那一位 你也是见察人心的那一位 然后怎么样 他回到过去 在埃及地的时候 神显神迹 然后把他们领出来 然后把流奶与蜜之地 赐给他们 那二十三二十四节 耶利米祷告是什么 他说我们在英雄之地 我们干什么 他说二十三 他们进入这地之后 不听从你的话 不遵行你的律法 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 他们一无所行 所以怎么样 今天以色列人 在耶利米的时代 就从那个约里面的 以巴鲁山上的咒诅 他们来到了 所以现在有刀剑 有饥荒临到他们 所以他说没有话讲啊 所以这次就是我们处理 所以耶利米在神面前 祷告是说怎么样 你是那位 守约师慈爱的神 但是你也是那位 厌恶罪恶的神 你过去按照你的恩典 你厚厚的带我们的列祖 把我们带到应许之地 可是我们在应许之地上 为非作胎 不遵守律法 活得跟不认识神的人一样 所以你管教我们 然后怎么样 所以现在的处境 我们不能怪你 但是你仍然有恩典 所以二十五节 耶和华说 你对我 所以他说主耶和华 你对我说 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 又请见的人 他说其实这城已经交在 迦勒底使人手中了 最后这句话就告诉你 耶利米买这块地 不是为了利益 城都已经交给迦勒底了 我还有什么结果 但是这个事情代表 宛教之后神有恩典 所以耶和华回应 上帝回应耶利米讲什么呢 他说 我是耶和华 是凡有血气者的神 岂有我难成的事情吗 他是所有一切被造的 他是独一的真神 耶和华神说怎么样 犹大国的罪 他下面就讲出 犹大国哪些罪了 二十八节开始 一直到三十五节 犹大国贵 他们在屋顶上烧香拜巴黎 他们向别的神交电 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然后他们国家崇尚的 君王首领祭司先知 居民个人一样 他们常常做事惹神发怒 以背向神 不以脸向神 背离神背逆 不听神的话 然后他们在神的殿中 设立这样子的一个偶像 然后他们在新任之谷里面 为巴黎剑坛 然后把儿子经火烧了 归给摩洛 这一切的罪 耶和华神在那边指出 回应耶利米 为什么以色列人 变这个情况 你看看他们犯了这些罪吗 他说现在 润到这个城 这个城要被灭亡 神的审办来到 然后怎么样 三十七节最后 却又出现了神的安慰 他说日后 我必从那里 将他们召聚出来 领他们回到此地 使他们安然去住 所以你买这块地的目的 就在这里 他们犯罪 这么样子的可恶 神一定要管教他们 但是将来我还是有恩典 所以三十八节又出现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神 然后他们将来 回到这个神赦免的 回到应许之地之后呢 这些回来的人 要同心同道 懂得敬畏神 然后神要跟他们 立永远有约 就是将来 所讲的那个新约 神要继续施恩给他们 福气临到他们 所以讲到 那么他们将来的光景是什么 所以四十三节 就是告诉 耶利米 你现在买地的目的是什么 他说日后在这境内 必有人自买田地 在贝亚民地 耶路撒人 尤打各地 就是以色列人全地的 这个各个地方 人必用银子买田地 在气上画鸭 将气封针 请出见证人来 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 所以最后的这一段话 就是告诉你 以色列人犯罪犯成这个样子 神一定要管教 但是将来有怜悯 你现在买地 就是告诉他们 今天的管教是存在的 将来的怜悯也必定会实现 所以三十三章就是 再重述了 第二次的 耶利米还在那个 护卫兵里面 上帝再一次的说明 祂恩典的作为 所以祂说怎么样 成就的是耶和华 照做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是祂的名 说好了 那神要把那个 又大又难的事告诉他 那什么事情呢 祂说润到这个房屋里面的 犹大人那个时候 还抵挡了嘛 他们就把房屋拆了 然后就做抵挡工资 所以说你这种抵挡是多余的 没有用的 第四节 第五节讲 你要去抵挡巴勒底人 最后你就是死亡 这情况在那里讲 那么从耶利米书 第三十三章 第六节开始呢 那就完全另外一个 在神的应许跟恩典里面的一个作为了 前面第五节里面讲到说 耶路撒冷城会不会毁灭 会堆满尸首 可是第六节开始 一直到第十一节 这里面就讲到说 神应许他们 将来你要回到那个 被鲁的要归回 归回之后的光景怎么样呢 他说我使犹大和以色列被鲁的归回 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 什么叫起初一样 就是他们当初建国的时候的一样 他说我要除尽他们一切的罪 就是他们向我所犯的罪 又要赦免他们一切的罪 就是干犯我违背我的罪 换句话说 将来被鲁归回之后 神有赦罪之恩 他们被管教完了之后 神有预备 那我们刚刚从那个安慰之书里面看见 神那个在新约里面 神的确有这样一个安慰的一个 这个赦免的这样的恩典存在 然后这个耶路撒免这个城 本来被史诗所充满的 在亡国的时候的情形 他说将来在贝鲁归回之后呢 第九节说 他们要被称为可喜可乐之城 完全不一样的光景了 以前是被战乱的 是被史诗的 现在变成可喜可乐了 而且万国的人呢 因听见神向这个城所赐的福乐 所赐的恩惠平安 就惧怕战兢 为什么惧怕战兢 因为知道这个以色列民族是认识真神的 这个真神对他们管教完之后有恩典 那背后有一位这么伟大的神在 所以他们不再敢欺负他们 他们要转过来认识这位以色列人的神 所以他在这边就讲到一句话说 将来在这个耶路撒冷城上 十一讲说 会再听见有欢乐和快乐的声音 新郎和新夫的声音 因为怎么样 那是一个充满喜乐又被祝福的一个光景 然后他在这边说 大家都说一句很重要的话 说什么呢 说要称谢万君之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又有奉感谢祭 到这个耶和华殿宗之人的声音 神说我要使贝伦能归回 在这些人归回来之后 他们认识神啊 神不是只是严厉的 会惩罚他们那一位 他们自己犯罪 神一定要惩罚他们 可是他们认知耶和华是善的 而且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 这是对神一个很全面的认识 不是只有一位严厉会处罚人的神 也是蛮有恩典的那一位 所以他们怎么样 重新带感谢祭 他们与神的关系修饰到正确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光景存在 然后耶利米苏33章12到18节呢 这里面还应许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应许 你回到了那个应许之地 耶路上人曾被建立了 然后呢 神还有一位君王的安排 这里面指向过去以色列人 会堕落到这个地步 那些君王领袖 祭司先知 通通不像样 现在在应许之地里面 神要重建 这个重建里面 也要给他们一位君王 再有牧人来牧养他们 所以耶路上人的遍地里面 有丰富的预备 然后呢 神说日子将到 我应许以色列家 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 他说到那个时候呢 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衣长起来 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 他说在那个日子 犹大必得救 耶路上人必安然居住 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这一段应许啊 其实在耶利米苏二十三章的时候 五到六节已经讲过 现在再一次叙述 将来这个贝鲁归回之后的 这块地上面来讲 神有一位他自己所要设计的 这一个叫做大卫公义的苗衣 那我们这是神的应许啊 在应许之地上面有祝福 也有神所派的恩典的一个治理 因为他说耶和华如此说 大卫必永不断人 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 这是大卫之约的应许啊 然后十八节讲 不单单大卫还有祭司 祭司立位的人在我面前 也不断人献凡记献数记 时常办理献记的事 换句话说将来这个应许之地上面来讲 不论是他们的政治 他们的宗教方面都能够得到复兴 都重新归回 不像耶利米时代的那些 君王祭司先知的那个样子 好了那么这个应许本身来讲 会有一个现象 我们就问了啊 那么以色列人现在到底有这个光景吗 整个的这个应许 只有在弥赛亚耶稣的身上能够实现 而且完全的实现 不是在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是在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重新建立耶稣基督 在世上掌王圈 那个时候人跟神的关系 才能够真正回到一个正确的一个位置上 这是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的认知 所以你看见啊 神的一个恩典 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 有神赐给他们的君王祭司 最后乱七八糟 将来神在一个全面的恢复里面 神自己安排那位君王 这位君王是大卫的苗依 大卫的苗依 那么我们今天从圣经角度里面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 这个大卫的 大卫的苗依不是在前面耶利米书已经讲了吗 那个大卫的子孙里面有位叫约亚经的 就这个人被咒诅 他的子孙里面没有一个人 能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那怎么又会是大卫的苗依呢 那很明显的 我们今天从新约的角度看 在路加福音的这个家谱里面看见 从玛利亚的那个系统 往上推上去的时候 推到大卫的一个儿子叫拿旦 马太福音的家谱 是根据大卫的儿子 所罗门往下推 但这个推到约亚经 约亚经其实是被咒诅的 但是大卫有另外一个儿子叫做拿旦 他的子孙往下面推推推 推到玛利亚 而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 所以这一个大卫之约的应许 没有废掉啊 你的子孙里面将来有一位 能够做这个公益的苗依 在地上执掌王权 称为耶和华的义的 就指向耶稣 所以这一个的应许的实践 并没有 并没有这个改变啊 然后 他也一样 神 讲他说 服侍神的人 当年在 旧约的这一个民宿记里面 对菲尼哈 这一个利维人 他行使 以色列人犯这个 犯这个 迷迭人犯犯罪 菲尼哈出来 杀了这个犯罪的人 忠实了这个罪恶之后 菲尼哈所代表 是正确的服侍神的人 利维人都是被神拣选的 可是利维人里面也有堕落 那么菲尼哈代表正确的 正确的这一批服侍的人 可以服侍神 所以这边讲说 神对于 菲尼哈这个利维人 服侍之约 也必定要实现 然后第十九到二十六节 这边讲 上帝两次的 这样子的一个很清楚的应许 就是说 他说我对大卫之约的应许 对 菲尼哈利维人之约的这个应许 这个应许一定实现 除非什么呢 你们如果能够废弃 他跟白日黑夜的约 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 就能废弃 这个大卫之约跟利维之约 我们当然无法改变 神是创造天地的那一位 那个天地的运转按着他的定规 没有人能够改变那个 如果没有人能够改变那个 神对于大卫跟利维人之约的应许 一定存在 这是一个应许 那么二十三二十四节里面讲到说 他说你没有揣摩这百姓的话 当时的百姓说什么呢 他说耶和华所拣选的两族 已经灭绝了 这边很奇妙的一件事 用了两族 为什么用两族呢 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南国北国 至少是以色列国跟这个犹大国嘛 那以色列国当然已经灭亡了 这边指向的是南国也灭亡 所以你已经不成国了 你只是一个族了 一个族类了 以色列人当时就是这样 所以讲这个安慰之书啊 极有可能是已经亡国 但是在被鲁归毁之前所写的 他们说他们这样藐视我的百姓 以为不能够再成国了 你现在讲说他们将来还要回来 回来在应许之地还领受祝福 还有君王给他们自己的君王 那又是成国了 没有了 二十五节 神再一次有一个 斩钉截铁的一个应许 他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 不能存在 若是我未成安排天地的定律 就是神的这个定规 天地运转的这个次序 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 他就不能够治理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的后裔 然后他们讲说 我一定会使被鲁的归毁 这就是神的应许 神告诉你们 你能够改变这个这个次序吗 你如果不能够改变 他们看说这两个国都没有了 都变成两族的人了 可是怎么样 神说我将来要把他们带回来 不单单带回来 赐给他们在这个主地上的一切丰盛 神还要做一件事 要给他们一个君王 继续有忠心的服事成人来服事 这个国家要重新被接领 你们说没有了吗 神说你如果能够改变日月星辰的这个定律 运转的秩序 那我就废弃这个 否则的话 我所讲的一定要实现 当然这一段经文我所讲的这一段描述啊 是在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才能够真正的经历 那今天呢 这段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呢 其实也是对今天所有属乎神的人的应许 我们从新约的亮光可以看见 以色列人在神所要求 在这个世上成为他的一个 祭司的国度的功能 以色列人彻底崩溃了 甚至于到最后的亡国了 但是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看见 如今我们教会是一个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扮演这个角色 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要以王者的身份来 那时候他是弥赛亚的身份 我们跟他 我们是属乎他的 是属乎他的子民 他是我们的神 因此这样子的应许 阶段性的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 他们亡国之后七十年 他们回到应许之地 但是全面的实现了这些神的应许 是在新约的时代 所有属乎神的人身上 今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王 我们用正确的态度来服侍神 所以每一个属神的儿女 我们都应该要有一个这样正确的一个观念 跟我们合神心的作为 我们活在今世 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接受了救恩 然后在救恩里活出新生的样式 然后像这个不认识神的世界 我们做光跟眼的见证 我们的生命里面应该流出正确的 那个生命的品格 好像我前面讲过的 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良善公义成实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主 口里任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 救必得救 我们是一群真正让主耶稣在生命里面做主 做王的那一位 然后我们活出新生的样式 我们在今世里面 享受神在属灵里面给我们的丰盛 然后我们在永恒里面 我们被神称为忠心良善的 我们就领受他们为我们所预备 那个人所不能夺去的真正的平安跟喜乐 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提醒 以色列人是一个见解 他们在神丰盛的恩典里面 白白的恩典里面 却偏离神 他们就领受这位公义圣洁的圣观教 今天我们在神一样白白的恩典里面 我们从以色列人身上学到见解 为此我们理当活出新生的样式 让我们的一生能够为荣耀神而活 愿意与所有的弟兄姊妹们 在神的话语上我们互相勉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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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